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近日 有一名印度籍男人 在入境中國隔離期間 經過多次病毒檢測 都是呈陰性反應 但是他在隔離期之後再進行檢測的時候 就呈陰性反應 但是 期間他已經是走訪了多個城市 第二宗消息 大陸的五日黃金州 第一日就已經錄得了超過5600萬的出行人次 可以說是報復式的旅遊 有不少的旅客就不斷 說人頭湧湧 使得 這個旅遊體驗是非常之差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那個印度籍男人 在入境中國之後 到底是去過哪些地方的 實情說明的印度籍男人 就不是在印度直接飛去大陸 而是在4月14日 從非洲的尼日爾 搭乘航班抵達法國巴黎 再轉機從巴黎 搭乘航班去到上海的樹入境 隨即 去到集中隔離點 進行三天的隔離 再在三天之後 搭乘專車轉運到某一個隔離場所 進行醫學觀察 期間他就進行了多次的核酸檢測 也是陰性的 到了4月30日的時候 這個印度籍的男人 就解除隔離 然後他就搭乘火車 從上海 去到杭州南站 再轉乘列車 去到移屋 去到移屋之後 一進行檢測 就說呈陽性結果 但他就沒有發燒或咳嗽等症狀 經專家組的診斷 就是無症狀感染者 目前他就在定點醫院 進行隔離醫學觀察 並且 已經是排查密切接觸者 要按照要求落實管控措施 涉及的場所 也是 進行了有效的消毒 其實這個個案 都是 相當之奇 首先這個男人 他就不是從印度入境 故此 究竟他所感染的病毒 是屬於一般的病毒 還是變種病毒 這一篇的報導 沒有提及 反正就說他是出事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男人 本身經過多次的檢測 都說呈陰性 到了移屋之後 再測 就說是轉癢 我想問 究竟是當初的檢測人員 芽芽烏 不知道怎麼幫他取養 還是 這個人的潛伏期 真的長得那麼厲害 第三件事就是 這個男人 在4月30日 已經解除了隔離 他馬上 搭乘火車 從上海 經 杭州 轉到義烏 究竟他那個感染源頭 是在哪裡呢 他是在外地感染 還是在大陸感染 大陸方面 已經宣佈了 這個是境外輸入個案 是無症狀感染者 當然大陸就說 這個在外地已經出事了 但是你中間檢測幾次 都說他陰性 但是到他解除了隔離 出來到處走 一搭完火車再檢測就變成陽性 那其實是怎樣的呢 當然 這個男人 他不是重症 亦不是輕症 而是無症狀 即是根本上你不檢測他 他就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出事 好壞不壞 這個男人搭火車那天 就是撞正五一黃金周 希望不會 擴散開去 接著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大陸的五一黃金周 第一天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根據大陸交通運輸部的數據顯示 鐵路公路水路和民航的 發送旅客總數 達到 5637萬3000人次 比起去年同期增長了111% 這個數字當然 就是很正常的 因為去年 五一黃金周這個時間 都是復工復產 沒有時間 甚至乎有些 工廠都未曾開工 假裝開工 空轉 車間 有些農民工 又 找不到工作 所以 今年一定比去年好 很多人進行了報復式旅遊 所以爆升到你半億人次 實際來說 很多熱門景點 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比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一帶 但是有導遊估計最少有10萬人收看升旗儀式 八達嶺長城發出了旅客流量紅色預警 因為已經達到了疫情防控最大限制的遊客量 警區研究決定過後 啟動了一級的應急響應 實際上這些人在黃金周出行 就叫做貼錢買難壽 那麼多人同一時間 湧去同一個地方 你到底是在看景點 還是在看人頭呢 其實就會令到整個人 都沒有興致 是很掃興的 尤其是就是那麼多大陸旅客聚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場景肯定就是吵冤吧 那些人會吵吵鬼叫的 有些旅客就在這裡慎笨 就說 這個天安門廣場非常勇氣 後悔在昨天進行了外遊 還勸其他人以後 要遊北京天安門 最好都不要選擇在黃金周 以免影響自己的旅遊興致 這些人就是叫做愚蠢 實際稍為用下的腦都應該知道 如果要有旅遊興致的話 一定就是選擇在旅遊的淡季出行 怎會在旺季還要黃金周走 那麼多人同時湧去同一地點 肯定最少造成三樣的麻煩 第一 就是交通時間比平時更加長 自己開車的 或者搭旅遊大巴的 現在就說連那些公佬 都是塞滿了車輛的 好了 至於搭火車又怎樣呢 火車都有很多言語的情況 使得北京西站 就擠滿了那些 後車旅客 根本上就是 愚蠢 第二 就是 你去到那個景點以後 中午夜晚點都要吃飯 你找個位置坐就真是艱難了 這些尤其是旅遊熱門的地方 第三個就是去廁所難 尤其是那些女性 這些旅遊熱門區域 那個女廁肯定就是大排長龍 男廁也比較好 因為男廁入完去射完走出來算了 哈哈哈 手都不用洗了 但是 女廁肯定是排很多人的 所以 根本上是找自己笨 而且今年就算好了 為什麼算好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陸的旅客全都在境內旅遊 他們就不能夠通宿走 往年 大家都知道 五一黃金周 自由行旅客多得不得了 不單是說 游占旺 或者是銅鑼灣這些 旅遊區域 而是說就算屯門的商場 或者是沙田新城市 全部都是自由行的人頭 當然去年和今年 就看不到這幫人的身影 有人歡喜就有人仇 你去做地鋪的業主 或者是連鎖店的 老闆當然是 虎瓜乾的口臉 但是對於一般市民來說 就算有沒有自由行旅客 一般市民都分享不了 這幫人所帶來的經濟成果 可能開心了也不奇怪 起碼來說 搭車又鬆動一點 逛街又沒有那麼迫劫 說往年 五一或者十一黃金周的時間 我最近都不會去外國旅遊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到任何一個國家 都是充滿著大陸旅客 所以避得就避 其實這些所謂黃金周的安排 就相當之非人性化 當然黃金周 不是由大陸發明 在半個世紀以前 日本已經在走這一套 其實黃金周的原意 就是借著一個連續的假期 來去催谷國內的旅遊業的內部需求 從而拉動經濟 當然在經濟發展方面來說 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旅遊體驗來說 就是一件壞事 因為去哪裡都是人頭 反而來說 英國在這方面 就做得人性化很多 英國就沒有所謂的黃金周 一般的打工仔女 就有5.6個星期的有新年假 5.6個星期怎麼計算呢 一個星期回5日工 5.6日就是28日 28日當中就包了有8天的公眾假期 即是那些紅日 英國只有8天 但是另外有20天 就是靈活一點 你自己請的年假是有新的 你就可以自己安排 可以安排在淡季出行 就不需要跟人逼 這個是人性化的安排 但是你問我 我就認為大陸最好都是維持 5.11黃金周這些安排 起碼過了這個高峰的時間 在其他的日子 就會少一些大陸的旅客出行 大家選擇在淡季的日子旅遊 人少一點 身心都舒暢一點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